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Uncle Fasso 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Johnny Walker 如果为世界上卖的最好的威士忌啊 肯定有小伙伴会说是Jack Daniel或者是Jim Bean 那如果为世界上卖的最好的苏格兰威士忌 那就非Johnny Walker莫属了 制作视频不易 希望小伙伴们看到的时候呢能顺便投个B 最好能顺手点个关注 我每周会更新两次视频 稍微说一下历史呀 1820年的时候Johnny Walker的爸爸英年早逝 那Johnny Walker呢就把他们家的农场给卖了 他又在当地的一个小镇基马马诺克开了一家小卖部 那个时候Johnny Walker的小卖部啊 平时会卖一些杂货呀烈酒啥的 你别说Johnny Walker他其实挺厉害的 因为当时在苏格兰大多数的杂货店都储备了一系列的单一麦芽威士忌 但是各家有各家的风味不能保持一致 Johnny Walker觉得这样不够好 所以为了稳定自家威士忌的质量 开始尝试自己调和那些单一麦芽的威士忌 小伙伴们知道嘛其实最早呀Johnny Walker推出的威士忌并不叫Johnny Walker 而是以自家的姓氏加所在地的命名 也就是叫Worker's Kermanek Whisky 一直到1909年呀Johnny Walker这个名字才开始出现 中间是隔了89年 因为Johnny Walker的孙子George Walker在1909年的时候呢 重新打造了他们家这个品牌 决定将爷爷的名字挂在品牌上 Johnny Walker的名号这才真正问世 但是真正Johnny Walker这个品牌走向世界的 不是Johnny Walker本人 也不是他的孙子 而是Johnny Walker的儿子Alexandra Walker Alexandra呢原本是个卖茶叶老板的学徒 所以他1856年回去继承家业的时候 他利用当时学的茶叶调配的技术 去调和当时的威士忌 创造了陈年高地威士忌 也就是这个Old Highland Whisky 也就是Johnny Walker黑牌的前身 而且标志性的Johnny Walker丝角瓶 也是他那个时候发明的 因为当时的物流非常暴力 原瓶呢受力点比较小 运送的过程中呢非常容易破损 方瓶子的设计大大减小了玻璃瓶的破损度 而且一个箱子也可以塞下很多瓶的威士忌 我靠简直是设计鬼才呀 那么在市面上呀Johnny Walker那么多种颜色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Johnny Walker其实不像其他的品牌 他很少在瓶身上标注这个年份 而是用颜色去区分Johnny Walker旗下不同等级的产品 就拿我们手里的这个红牌 还有他的蓝牌来举例哦 他们的价钱下场十倍之远 常见的几款按照等级牌序的圣口溜呢就是红黑绿金蓝 最后加上我手里的这个黑色的double black 还有白色的东西限量款 那红方呢属于Johnny Walker旗下最入门的一款威士忌 适合用来调酒 唇吟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个人觉得嘛实在是有点浪费感情 黑方呢是算作中端产品 KTV酒吧随处可见 销量也是最好的一款 黑方是由40多种苏格兰威士忌调配而成的 而且每种威士忌至少在项目桶里沉降超过12年 我手里的这个绿牌呢市面上的货是非常少的 能买到的也不是很多 绿牌是用纯麦芽调和的威士忌 全部使用纯麦芽调和而成的威士忌呢 它口感非常丰富而且浓烈 酒叶至少成年了15年 金色这款呢它属于中高端款 由于混合了苏格兰北方高地的 Klanets酒厂的威士忌呀 获得了独特的蜂蜜和奶油的香甜 而且还能闻到一丝丝的焦糖呀 花香呀麦芽香草的味道 顺滑而优雅建议纯饮 而且金牌使用的酒叶至少是18年以上 这款蓝芳呢也算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了 因为Johnny Walker系列们最顶级的就是这个蓝芳了 它是精挑细选最优质最尖细的酒叶 细心调配而成的 最少的陈年时间都要30年之久 甚至里面会包括60年的积酒 再创19世纪苏格兰传统调配威士忌的原始特质和独特的风味 非常适合威士忌的老汤 如果谁来用它来调酒的话呢 不能说是好 只能说是土 另外的两款呢是比较少见的 就是我手里的这个Double Black 还有白色的冬季限量款 这款Double Black呢属于黑芳的升级版 它更加柔顺 更多的橡木桶啊和烟熏的味道 价钱呢基本也是黑芳的一倍 个人认为不太推荐 因为黑牌的风味会比较平均 更柔和一些 这个Double Black呢比较浓郁 更适合老酒鬼去喝 说到我手里的这瓶白芳呀 权力游戏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这个白芳呢就是Johnny Walker 跟权力游戏合作而成的一个限量款 它的灵感呢是来自剧中的异鬼 也就是这个Y Walker 它呀利用的是温度敏感墨水技术 平身在冷冻货之后 侧面会出现一个Winter is here的字样 我觉得还是蛮用心的 大家可以来买来尝一下 这款酒呢融合了卡度酒厂 和克里尼里基酒厂的丹伊曼牙威士忌 其中这个克里尼里基酒厂呢 是苏格兰最北的酒厂之一 调酒师觉得呀 来自克里尼里基酒厂的威士忌 经历了漫长的苏格兰冬季 就像坚守北京的守夜军团 经历的漫长守卫期一样 另外一款呢就是市面上 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的 船式珍藏级的威士忌 它叫做John Walker Sun Odyssey Blended Scotch 这款酒要4999美金一瓶呢 这个酒可就厉害了 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的话呢 我们可以单独水一起聊一聊 好了这期关于Johnny Walker的 科普视频就先聊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视频制作不易 点赞关注一键三连哟 有任何问题呢 或者想看的内容 请在留言区给我留言 好了我们下次见拜拜